这是一则意外的消息 台62线衔接中山高速公路的大华系统交流道 上午发生一起货柜车翻车的意外 一辆货柜车经过扎道的转弯 当场失控翻覆 驾驶卡在车内动弹不得 我们有来自现场的独家画面 整辆的货柜车翻覆在扎道上 驾驶受困车内动弹不得 消防局货报派员前往抢救 驾驶夹在变形的车体中不断的哀嚎 消防队员拿出了油压检企图破坏 将驾驶救出 车货现场一片混乱 货柜车整个翻覆 车头扭曲变形 上午10点半左右 一辆货柜车从大华系统交流道 准备接中山高速公路 在下扎道转弯时 先是撞到路边护栏 接着不慎失控翻覆 因为我们到达 这个后备车已经转弯 这个弯道过来之后 现场已经撞到户篮 户篮盘过来之后 整个后备头 后备车整个夹扁 直接夹在里面 然后我们动向过来 器材也有染神钢神这一部分 整个把车头拉开 那基本上这个司机 生命之下还是蛮固定的 腿部遭到夹住的驾驶 紧急被送往医院急救 脸部有多处的擦伤 身上有多处骨折 目前没有生命危险 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记者黄绍铭采访报道 慈平市的财神殿 奉有五路财神 三清道祖与福德正神等 求财不应的乡客相当多 每到财神爷圣诞 每到财神爷圣诞